是非精健身 這次我們是不是有很多事情沒去做 混蛋, 別說這些了 這麼久沒見了, 拋燒 慢著 現在非常時期 全民抗疫和我保持距離 雖然我們已經抗疫了兩年 但是這一波來得來勢鬆鬆 大家都徬徨無助, 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們是非精就要出動了 出動了 要解答大家的現難 就要靠科學和專業知識 專業知識? 我有, 知識也有 Yunice, 你節省一點 我已經找了博士和醫生 來解答我們的言文了 我們事不宜遲, 馬上出發 找人幫忙 賀氏易合飛, 出發… 對付出發, 找人員工資討論 你需要做出發, 找人工資討論 你需要做出發嗎? 我是否認識, 才會有所謂的 是嗎? 我現在找到人工資討論 我現在找到人工資討論 是否認識的, 你應該找到人工資討論 你很聰明, 醫生, 現在去急診室 十幾個小時之後不就叫他回家 叫他隔壁? 這麼叫出來, 隔壁隔壁隔壁 起床, 起床, 起床 走, 進去… 進去… 完成了 做得好, 菌一定出不來 不過打給我的朋友, 萬無一失 幸好找到感染及傳染病專科的 真醫生來幫忙 Eason, 你終於來了 你們又說有確診者在這裡? 我們已經將他很安全地放進柴房 這麼殘忍?其實不需要那麼緊張 最重要是讓患者有足夠的地方休息 Eason, 很好… 一一, 冷靜點 有沒有一間獨立的房間有廁所的? 有, 他的房間 有就行了 可以進去嗎? 再見 這是我的房間 醫生, 他除了放在這裡外 還有什麼需要注意呢? 他一定要戴上自己的外科口罩 即使他自己的房間 另外一定要時刻隔著自己的體溫 如果真的發燒 當然要吃一些樸耳式痛類的藥物 但我聽人家說 有些人洗澡也戴著口罩 那是不是呢? 在這間房間裡除了洗澡和吃東西 不需要戴口罩之外 其實其餘時間也最好戴上口罩 最主要原因就是我們不希望這個空間 有大量懸浮在空氣當中的病毒凝脂 那房間有什麼要注意呢? 房間一定要保持空氣流通 不過問題是開窗 千萬對著一些開陽的地方 不要扭向那邊的窗或是天井的窗 日用品一定要用籃裝塞給他 是否就像這個一樣? 沒錯, 清潔用品水、紙巾、牙刷 臉筋、毛巾 避免我們整天要拿給他 那醫生, 我是否這樣躺在這裡 什麼都不用做, 讓他自己康復 如果自己可以拿的話 做一些打掃、清潔的工夫 尤其是你住在這個地方 這房子是我的 站起來, 撿屋, 打掃 確診者房間和用過的地方 建議用一比49漆色調白水清潔 其他地方用一比99漆色已經足夠 尖有嘔吐或排施物的地方 就要用一比4漆色清潔 至於患者的垃圾 放之前最好噴灑消毒劑 減低傳播病毒的機會 我想問我們清潔有否要注意 首先, 如果這房間的門口 比較闊的話 可以用浸滿漂白水的毛巾 塞住它 避免它裡面的氣體走出來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特定人選 去照顧它 交收任何日用品 以及它的污衣、垃圾 所以千萬不要所有人 都有機會接觸它 最好是選擇一個人 清潔時要戴上口罩、眼罩和膠手套 這類積氣膠手套就不適合了 包不緊的手腕又鬆又容易脫 建議戴上合尺寸的醫生手套 緊貼到手腕位置 每支用完積氣 想環保一點的 一般家用膠手套也可以 只要用完清潔好, 浪乾它就可以了 醫生, 我已經清潔好廁所 以及我拿上網的東西出來 很好 因為其他人的藥用品 一定要拿走 不可以有其他人的藥用品 在廁所上 我很幸運, 自己有一個獨立廁所 但不是每個家裡都有獨立廁所 那其他人應該怎樣 在安排上, 就要很小心 第一, 最好患者 放到整天最後的時間 才使用洗手間 尤其是洗澡 另外, 患者如果真的要大解 最重要是大解完後 順便洗澡 避免他要出廁 又要進洗用廁所 次數越多, 風險又越大 而且你經常要清潔 那就安全得多了 對, 你也應該要好好休息 我現在就要去看病人了 好